在日本的安土逃散時代 茶具不只可以換領地 還能來來保全自己性命 因為在當時治田信長非常熱衷收集茶器 許多帳敗或做錯事的大名 都會透過贈送茶器或其他寶物換取信長的原諒 這時候信長看上一個特殊造型的茶器 也就是瓶蜘蛛斧 瓶蜘蛛斧之所以稱為瓶蜘蛛 是因為斧身看起來像是一隻蜘蛛 而且還不是一般的蜘蛛喔 而是躺平的蜘蛛 所以信長用來煮茶水的話 看起來就像是在烤蜘蛛 但這個特殊造型的茶器 是大名松永久秀的收藏品 所以信長經常暗示松永讓出瓶蜘蛛 但瓶蜘蛛是松永最珍惜的茶器 所以一直沒有讓給信長 其實松永已經送過很多茶器給信長了 在1968年的時候 信長救下差點被三好三人中消滅了信長 所以信長為了證明自己臣服於信長之下 除了送上人質之外 還另外奉上茶器99髮茄子給信長 信長收到後非常開心 直接承諾幫松永消除被判逐地議會的罪行 並且在隔年幫松永擊退同井順慶 成功奪回大和國 結果在1571年的時候 松永竟然加入信長包圍網 和武田信玄前警長政 本願是顯如等人聯合討伐信長 到了1573年 浪之田和德川壓力最大的武田軍突然開始撤退 原來是武田信玄突然病死戰場 這讓局勢產生非常大的改變 戰敗了逐利一招被流放 前警長政缺負自殺 而松永久秀只好再次前往祈福城 向信長賠罪 這次送出寶物太刀不動國刑 和短刀耀眼藤士郎當作投降證明 信長再次原諒松永的背叛 直到1577年松永又背叛信長了 松永突然不繼續幫信長攻打本院士 反而將兵力全部收回信貴三層中全力容成 信長知道消息後立刻處死松永送出的人質 並命令兒子治田信中全力攻打松永 但這時候信長還心心念念著瓶蜘蛛 在作戰期間 信長一直派人向松永遊說 只要松永願意叫出瓶蜘蛛 信長就會再次原諒松永的背叛 其實對信長來說 松永的命根本不算什麼 重要的是必須把他增長的瓶蜘蛛穩穩的拿到手 但這次松永決定不將寶物瓶蜘蛛送給信長 為了確保瓶蜘蛛不落入信長手中 松永將火藥裝入瓶蜘蛛湖身中 然後引爆 讓自己和瓶蜘蛛一起離世 順便氣死信長 但其實比較多傳記一次寫 松永其實是放火燒成後才切副自殺的 只因為自爆聽起來比較壯烈 而且用在說書和戲劇上特別精彩 所以大部分戲劇都以自爆為主 但切副的可能性其實比較高 所以很多人認為瓶蜘蛛還存在這個世界上 這些人給出幾個推測 第一個是瓶蜘蛛真的毀損了 但碎片已經被全部收集回來並修復原樣 而且還能繼續使用 第二個就是松永早就將瓶蜘蛛轉蛋給其他中層 所以瓶蜘蛛早就不在信貴山城中 第三就是瓶蜘蛛府其實沒有被破壞 只是在戰後落在廢墟中 最後被挖出來並交給信長使用 所以現在才能在管山寺美術博物館看到瓶蜘蛛府 只可惜管山寺美術博物館在2018年11月15日宣布閉館 到現在都沒有開放的計劃 想親眼看到瓶蜘蛛可能必須再等一陣子了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覺得不錯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 掰掰